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Ea 我們現在打全新的女團挑戰任務 那這邊帶大家來打LV4 第四層的部分 用的一樣是我們的一趴大獎 超級隨手月亮 搭配的是女兒小小兔 那龍科就一樣啦 就是跟第三關一樣 就是你帶上月亮的武裝就好 剩下你都可以帶炎秒 這樣轉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點 好來 第一關這邊的話 不要去手銷到新珠 你只要有銷到光或新 其中一種 就可以直接無視顧C 不過只有月亮可以無視啦 所以這邊我們還是稍微轉的大力一點點 這邊沒有帶走 那就是要再一次啦 因為只有他自己可以無視 你如果正副隊長帶的都是月亮就OK了 但這樣加成會少一個 好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來 第二關 第二關這邊的話 我們開金星 然後去把他切成8C版面 或者是你要用羈絆直接去加2C也可以 只不過 定版的話是5C啦 加2只有7 你可能還是要稍微把一組切開齁 OK 好來 第三關 好來 第三關這邊的話呢 我們直接正常轉就好了 好 光珠插一顆 我直接抓角色珠 好啊 最後記得停在火焰地裡面 這樣子就OK啦 好來 這邊帶走 來 接著來到第四關 好來 第四關這邊很關鍵齁 來 我們先開組合技 好來 組合技之後呢 我們變身下去 那這邊我們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珠子弄在最上面2C 這樣子就可以了 剩下下面全部切開齁 好 這樣子 你不要讓他有任何的天降機會 基本上就沒事了 好 就最上面2C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對面有回復顛倒 這個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下齁 OK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直接開那個二技 好 雖然說副隊長是小小兔 已經可以無視無數了啦 不過他對面還有反手消光齁 所以這邊我們直接無視反手消 開下去 比較舒服一點 好 來 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的話 我們就一樣補個 好 算了 我們直接正常轉好了 這邊正常轉是OK的齁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來 第六關 好 剛記錯了啦 第六關才是要補金星的地方齁 好 就一樣去把它切成8C版面 OK 來 這邊帶過去 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來到第七關 好 來 第七關這邊的話 就是不要去消到10顆暗珠就好 要消到10顆其實也蠻難的齁 那這邊我們去手消全部的光珠 等於說其實你場上要一回合有10顆 這樣子的話 你才有可能會死掉 不然基本上都沒事齁 好 來 這邊帶過去 來 接著就來到王一齁 那王一這邊是手消多種減傷 那這邊的話我們把龍科開下去 好 那這一回合轉完的時候 這邊是轉10C版面 那這一回合轉完的時候 幫我稍微記憶一下版面就好 稍微稍微 因為你還是要轉到4C才會有傷害齁 好 來 這邊的話我們就是直接帶過去 好 來 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就是把增傷全部吹下去 那我剛剛說的稍微記憶版面 就是在這時候需要派上用場齁 好 我這邊只有消3C齁 但是傷害是足夠的 來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 沒有問題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 就是LV4的通關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